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我們列寧音響 YouTube 頻道 我是Eason 那今天大家有看到我前面的這些電源線 那我們今天就跟大家來聊聊電源線 那一開始呢 Eason跟大家聊聊這個小黑線 那通常我們買到擴大機 或者是訊源的這些設備 都會附一條這種電源線 那這個電源線真的就夠用嗎? 還是它夠好嗎? 那這邊我也跟大家破解一些迷思 那其實往往在這些高價的這些擴大機 或者是訊源廠商 他們幾乎都是附這種簡單的小黑線 這些小黑線的作用 當然是讓你能夠通電 但是它確實夠好嗎? 還有就是說它真的接力做得很好 把它材質用得很好 答案當然肯定是沒有辦法 因為它最主要是在做這些音響設備 它不是在做電源 也就是因為這樣子存在的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很多用家買回去的時候 發覺插這個小黑線上去的時候 它的聲音為什麼沒有像我們想像中這麼好 也因此這樣子 我們今天要聊的主題 就是來到什麼樣的設備 用什麼樣的電源線 這樣的一個主題來跟大家聊聊 當然原廠所提供的這些電源線 當然它是沒有問題 而且在電流的提供 以及它的穩定性上 也都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但是如果你今天買的是一個後級擴大機 或是一個功率很高的重擴大機的時候 那這個就會產生另外一個問題出來 就是它到底夠不夠好 是不是能夠符合我們的需要 再加上我們喇叭的推動的部分 又存在的這種我們用的喇叭 如果它是效率更低的喇叭 不容易推動的時候 這時候更顯得電源線的重要性 不論是說在它的驅動力上 還有就是它的音質音色上 你如果要用使用這種小黑線 那肯定沒有辦法滿足 你花了一筆錢去買很好的擴大機 可能你會失望 那今天我們就跟大家來介紹 有關於這個電源線的這樣的一個主題 除了小黑線以外的選擇 首先我們其實可以挑選 一般有一些品牌倉 它們會提供的這種我們所謂的捆線 就是整捆的 它一捆的就是30米50米 像我右手邊拿的 這是義大利ART的電源的長線 那這是捆線 那這種是分切線 那分切線呢 它切完之後 它當然需要有一些 我們的這種頭 所謂的公母頭 插電源跟插機器的地方 這種公母頭 那公母頭 當然這個ART它本身也有提供 那也有別的品牌有提供 甚至有一些大廠像 像Vutec 還有一些像Widec 日本的 以及各大廠商它們都有提供 提供這樣 或者是它們找人家 客訂它們自己的這個電源公母頭 因為線材本身材料材質 屏蔽隔離很重要以外 另外呢 它的接觸點 也就是它的connecter 接點也非常的重要 那這些接點呢 也存在著這種調音的功用 那這邊也可以看到就是 這邊醫生這邊拿兩個頭 這個有一個 這是銅的 什麼無氧年輕銅 或者是像這個 它其實裡面是銅的材質 外面是杜撈 當然這樣的頭 兩種不同的頭 它能夠搭配這個線材本身 去做出不一樣的聲音 所以一般來講的話 這種分切線它就有存在這種頭的改變 也會改變它的聲音 那當然這是 我很建議就是如果說 你開始入門的話 你的機器設備也不超過10萬塊的話 你也可以嘗試用這種廠製有品牌的 而不是去買一些就是看起來很粗 然後把它裝起來看起來漂漂亮的接上去 而且這種東西其實還是要 有一些品牌它才有信用跟一些信用存在 最主要是因為它們有花那麼多時間在研發 在它們的線生的材質上 不論在它們的導體也好 或是材料的選擇跟隔離、屏蔽 這些它們都統統考慮進去了 所以遠比一些可能隨便找一個 好像線生看起來很粗 然後就把這些電源桶裝上去 你就會認為那好聲也那 那是不一定的 那這個部分在我們入門部分 我會提供給大家一個參考及建議 那接下來呢 這是我左手邊這一條 這是美國的AQ AudioQuest的品牌 那當然這一種線呢 就是屬於這種廠製 就是原廠它製造的這種線 那這種線呢 當然以AudioQuest這個品牌 它的電源線也是分很多的成績 它有Sunder、Tornado、Hurrican 各種不同的 它有加那種DBS72伏特的電源線的規格 那我要講的是說 Monsoon這個系列 它是算是單價當然也是大概一萬多塊 那對應的設備 如果說你買了一台一、二十萬的機器 難不成你要再插這種小黑線 那我也拜託各位其實不用客氣喔 可以使用好一點的電源線來做一個使用 而後我們留在在討論有關於AudioQuest 它的獨家的一些隔離 它在導體的部分 它做了什麼事情讓它的聲音變好的部分 那倘若說今天 你的機器已經是百萬的等級 是高價的喔 比如說動輒就是五、六十萬 百萬的這些擴大機的等級 那我覺得在線材的部分的挑選 你也可以挑選一個比較好的一個 而且信用比較老牌的這些品牌來做一個搭配喔 那我們今天給大家看到 這是CYAC的Classic Legend系列的880系列 那Classic Legend系列它有分三個系列喔 380跟680跟880 那880跟680都可以用在我們的重瓦掛機或後級的部分 那它的380我是建議大家可以用在它的訓練的部分 當然原廠也提供這種米數長短可以做選擇 因為你的設備跟你的這個距離有很大的關係嘛 那當然短米數的價錢跟長短的價錢也會不一樣 CYAC的Classic Legend它最主要有三個部分 380、680以及880三個等級 那680的導體會比380大一倍 880的導體會比680大50% 絕緣的屏蔽也更好 那該系列都採用這種雙腳銅軸、雙腳配置的G9 晶銀合金導體電源線 帶有杜邦鐵弗龍、PIC和超級屏蔽 那CYAC的特點 在這一代Classic Legend的特點 包括G9的這種Silver Gold Alloy 晶銀合金導體以及軍事等級量身導造的三層 鐵弗龍與PIC組織之絕緣設計 極低失真、測量數據比之前的系列表現好上2.5倍 絕佳的RF與磁場干擾可以 荷蘭原裝設計生產 還有NCF防偽註冊技術 以及高性價比解出的聲音表現 以上給提供各位參考 那當然我們把這些電源線簡略介紹一下 但是它要插在哪裡 你總不能插在我們一般的這種BX上 所以相對來講 我們的BX就很重要 那市面上 如果說我們家裡裝網 大部分都是用這種國際台的BX 甚至有好一點的國際台的BX 就是這種黑色或灰色的露面蓋 但是它們都不是算是我們這個影響級的 那其實早先我們這種影響級的 也是從這些工業用跟醫療級的演化回來 進而演車到在我們專業用的音響級 我們這些發燒玩家很愛採用的這些專用的音響級 那我們的AudioCurse本身也有提供這種NRG 包括我們LRT也有提供這種專門的插座 那在聲音的改善上面也是提升非常多 那畢竟是說它光這個座本身 內部的這些結構 還有它的材質 跟它在整個線在固定的時候 它的固定非常的牢靠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個它非常的 而且你非常不緊 它不容易拔開 那這個很緊的結合方式 是為了要讓怎麼樣 我們的電源過來 然後很完整的傳導給我們的現身 讓它可以吃到很完整的電流電壓 來供應到我們的音響設備 這也是附帶跟大家提到的 這個有關於壁座的部分 只要你花一點心思 從這個把它換到這種一般的 其實一般市售在賣大概幾百塊到一兩千塊 都會有很明顯的改善 那最後呢 什麼樣的設備用什麼樣的電源線 那這邊也提出給大家一個分享 電源線不是越貴越好 因為這個有存在的問題就是你的音響系統 你的擴大機跟你的喇叭等級的問題 或許你買一條很貴的電源線 可是插在你的系統上 卻一點感覺都沒有 那要回顧到一個很重要的點 就是說你的設備系統可能等級還不夠 然後到那邊 所以你插了也沒有什麼感覺 在配比上 當然醫生也不會給一個很 所謂的這種標準的 或是樣板的說要在預算上 10% 20% 這邊我要跟大家分享一個小故事 大概約莫十幾年前 我跟醫生的一個算是朋友吧 他的家裡用的擴大機 也才30幾萬 你知道他的喇叭線跟訊號線 都超過那樣的價錢 當場看來是非常的大眼 不過聲音確實是好聽 他的喇叭線都超越他喇叭的價錢 這就是大燒的精神 只要追求好聽 他們也願意行這樣做 但在這種事 為什麼叫發燒 就是不正常 不正常人類研究中心 是什麼來的 精神病毒 發燒差不多30幾年 就不正常 所以他就發燒 就不是用正常常規的方式來做 當然這樣他人都得到好的聲音 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會這樣做 那所以說回歸到我們一個理性的方式的話 就是我們如果說今天買的設備是五萬塊 那當然你可以嘗試用 一開始你會用小燕線 但是你也可以嘗試用這種 我們的廠製的這ART的電源線 來去做一個升級 相信接上去一定會有所改變 甚至改善我們的必查 你就會相對都會得到的 有時候我也碰過一個狀況 就是你接上電源線的聲音也不會好 有時候你要去看看是不是你的空間也有一些問題 當然今天不會去討論到這樣的主題 那這個部分是給大家的提醒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對應你的設備的等級 可以相對應的所使用的電源線的等級 那這樣子的話才能搭出一個非常適合速配的一個音響系統 來達到你的音響設備的一個提升的效果 而且也是在一個我們可以控制的預算檔案 我相信觀眾朋友有人在玩電腦的一樣 就是說這個東西是這樣 跟你的顯卡跟你的電腦的CPU 跟你的這些Rain 都是相對應的 跟主機板 都是要相對應的提高 所以說不見得說你今天花了一條很貴的電源線 就可以讓你的音響系統整個升級 但是如果你買了很好的設備之後 擴大機或是訊源也好 但也請你用好的電源線來直視它 相對這樣子才能夠得到好的聲音的品質 那這個就是給大家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參考 那以上 我是醫生在這邊簡討來分享 如果你也喜歡我們的音響的話 歡迎你幫我們按讚分享 謝謝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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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見